反正就是最后你就画出中立实验 其实后来我发现好像没有问题 可是他跑会有 好像会出一些错误 我就把他重跑一下就OK了 所以一样是A1 A1到M1指的是1月到12月这个范围 就是这个范围 那第二个就是他的资料 有没有他的资料是 哪一区吗 然后他的这个个月份资料 那如果要改成中立区的话 那其实就是把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资料 改成A3到M3 有没有 那所以找到规则就是这个是2 下一个是3 下一个是4 一式类推 所以最后我把它改成全部折线图的话 那很简单就是 把坐标全部都改成O 这个地方改 然后 宽度的话那就全部改成8蓝 那最后的话就是 到底他A1到M1是固定的 后面的话是I加1 为什么I加1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如果是2的话 他跟 第一个有没有 他的那个I 他第一次是1 所以1加1 加1的话就变2 那再加1的话呢 那变成3 有没有 一式类推 所以底下他的那个后面的数字 那我就把这边串一个I加1就可以了 那如果把他跑出来的话 结果 就会 达到我们要的这个效果 有没有 桃园 中立 然后大西 杨梅 卢竹 大圆 OK 那结婚数量好像慢慢看得出来 哪一区比较变化比较极端吗 好像看起来都差不多 OK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 不过好像杨梅好像有比较 多一点点的感觉 OK 中立好像也有 然后 桃园大概也 差不多蛮接近的 所以如果以那个结婚的数量来看的话 大概111年 我们就可以把它画成图 那可以看到一个趋势的涨跌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画成两个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不过因为实际的关系没那么多 所以你后面的部分 可以自己再延伸 所以刚刚 主要就是把重点再回顾 第一个就是 我把汇率下载改一下 这个可能可以改成什么 可以改改成 直接就是 下载好了 OK 然后就下载 改网址 改编码 然后再 去画字 画那个 用VBA画那个 这边的折线图 第1个第2个 再把它改成全部折线图 那 请各位 试试都看看 甚至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期末假设用报告形式来做的话 总共有两个重点 第1个就是 你把资料下载下来 第2个呢 把它画成图 这个可能就是你们自己在找 因为要找资料 是满花时间的 哪个资料适合 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每个都可以 那可能会需要几个特征 不外乎就是什么 可以拿来做练习 不外乎就是说他这个资料 可能 需要的 特点就是说 他有日期 或者有时间 然后有数量 反正只要有时间 有数量 然后画成折线图就OK了 大概是这样 我的想法是这样 至于说是不是一定要折线图 我觉得倒不一定 如果假设你想要改成其他图 改成 直条图 改成圆形图 都OK 那我的想法是希望 反正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 抓紫 这个叫爬虫 所以第1步下载资料就爬虫 第2个就是画图 这个有一个专业名字叫 资料的 视觉画 OK 那这个部分请各位就是 再练习看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啊 达 zh 沙 沙 额 谢谢观看